老中青三代的合唱和悠扬的弦乐 为了纪念玛雅各宣教室别市百周年 三百多位台南众教会圣歌队的成员 3月5号齐聚台南文化中心 这场开台西医世纪传爱纪念音乐会 吸引两千多位台南相亲到场 用音乐剧 诗歌和台湾歌谣 传唱他的生命乐章 因为当年玛雅各和台湾人沟通的语言是台语 合唱团用全台语音乐剧演出玛雅各的一生 让人感受他不为文化差异与环境困难险恶 从英国远渡重洋来台的精神 而玛雅各创立的太平静教会 和看西街教会的圣歌队也参与演出 让观众在音乐饗宴中 遥想当年玛雅各传爱的胸襟 那当时都是很坏的玛雅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以外的 还有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 愿意 那是很感动的 竟然跟那个车合起来 然后孩子一直到 妈妈结束五台六台 都有喔 也有个意思 是的 看到这场面 他也是很欣慰 因为他的信用走到这边 他应允许滚了台 滚了台 而这天同时也设立台南临时邮局 八行玛雅各百周年纪念邮票首日风 许多民众特别收藏纪念 还马上寄到国外与友人分享 刚好我本身又是学医的学生 所以说对他的事迹我就会特别有兴趣 所以这一套邮票我会特别的想增长 他所成立的便宜 他还能继续持续医疗团团的精神 不不记得 早上是印尊友将亚索基督地听到台湾 玛雅各医师在英国的墓碑上 刻有福尔摩沙的宣教开鲁先锋 道敬他在台的贡献 在全球疫情笼罩之际 回顾一百多年前 玛雅各为台湾引进西式医疗别具异议 以上是GOOD TV新闻中心在台南的采访报道